人体迫切想吃某种食物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中老年人记忆力 延缓大脑衰老 出生月份能否决定寿命 秋季出生更长寿 欢迎收看今天的科技之光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技之光 那么最近雾霾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好像感觉现在在中国 但凡是大城市 你就逃不出雾霾对你的影响 我记得在一个采访当中 有一位女士就非常沮丧的对着镜头说 我大老远从北京迁居到上海 就是为了躲开雾霾 没想到我来到了上海 雾霾还追着我就来了 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但是您别看 咱们老百姓很反感雾霾 想方设法的要躲开它 但是有些商家却想趁机的大赚一笔 那么现在你到很多商场当中都会看到 出现了许多专业去除PM2.5的空气净化器 据说去除率可以达到99.9% 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就算是最低的也要几百块钱 好一点的进口的动辄就得上万了 但是它们的效果真的是像这些商家宣传的那么神奇吗 最近有关的一些学者就表示 目前市面上的空气净化器等产品宣传的 去除PM2.5的效果是夸大其词 其实它们根本达不到宣传的效果 以一个大小为30立方米的风力实验舱为例 需要进化设备进行1000次换气 才可以实现去除99.9%的PM2.5的目的 或者需要在实验舱中放704台净化器 才可以达到99.99%的香烟烟雾进化率 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功率比较小的进化器 咱们大多数也就是回家那么几个钟头开的它 绝对不是全天开 所以你根本达不到完全去除PM2.5的目的 那么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 应该说仅可以去除一部分PM2.5等空气污染物 但是它自己也会产生噪声 而且你用久了 如果清理不及时的话 它还会出现细菌污染等问题 所以今后咱们在采买这一类商品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它的原理 还有它的工作的一些特点 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这种巧言吝啬的欺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说一说和健康有关的话题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的时候 突然特别渴望想吃一些食品 比如说我现在就特别想吃饺子 有人就说了 如果你每次都特别想吃某一样东西 就说明了你体内可能是缺乏什么 基于这个理论 美国据说德克萨斯大学进行了一些研究 他们发现如果是迫切的想要吃某种东西 尤其是长期迫切想吃的话 可能是我们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 人体能从苹果中吸收大量的微量元素铁和抗坏血酸 而这些元素只有心脏需要 这就说明身体里反固醇水平过高 或者心脏有暂时性问题 当身体本身开始暗示 它想要什么的时候 那就说明可能会生病 或者是其他一些生理调整 虽然这项研究可能是基于外国人的饮食习惯做出来的研究 但是想一想 它是否和我们中国人有一定关系呢 我们也期待着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能够给出一些 让我们觉得可信的理论依据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组科技简讯 对中老年人来说 体育锻炼不仅有益于保持良好的体质 而且有建脑的功效 美国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中老年人的记忆力和其他振职能力 延缓他们大脑衰老 此外 该科研团队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与有氧运动增加大脑局部区域的血流量相比 脑力运动可增加大脑所有区域的血流量 因此要获得最大的健康收益 不但应该进行有氧运动 同时也不能忽略从事一些逆质的活动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全英式早餐能够帮助人们减肥 研究显示一顿富含蛋白质而不是碳水化合物或纤维的早餐 能够抗饥饿并在接下来的一整天让人减少过度进食的冲动 专家称意味着一天开始的有着香肠鸡蛋培根 而不是低支的补物或水果的丰富早餐 能在整个上午抑制人的饥饿感 并减少午餐时间涉入的卡路里数 多数科学家会认为 人类死亡之后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概念不是荒谬之论 就是缺少可信的证据 目前一位专家指出 从量子物理学角度可以证实人死但未消失 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多元宇宙 他还做了一些实验进行论证 他指出生命是一场看险 超越了我们普通人的陷阱思考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示 近半数的人曾经因为觉得 自己在伴侣心目中的地位不如手机 所以有过出轨的行为 6000位用户参与了这项 由英国一家交友网站进行了调查 其中45%的人表示 他们可能或者曾经因为他们的伴侣 花更多精力在手机 而非自己身上而出轨 调查显示 30岁至50岁的女性最容易受此影响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些因为手机而被忽略的人 在结识其他人的时候 往往是借助于手机 66%的受访者坚称 如果没有新科技 尤其是互联网的帮助的话 他们根本不会出轨 这项调查也许并不能够代表事实的真相 未必就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觉得在自己家里受到了冷落了 于是就产生了出轨的念头 出轨的原因肯定有很多 但是如果把它完全的归咎于手机 好像有点言过其实了吧 但不管怎么讲 手机确实影响到了我们现代人与人交际的方式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期待着自己能够长寿 能够活到百岁老人的境界 但是要想真正活到百岁老人的境界 那可太不容易了 最近据CN报道 美国一个研究表明 出生的月份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寿命 那什么月份出生的最好呢 您接着往下看 美国一项针对百岁老人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 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正确的养生方法 以及个人性格特征外 出生月份也成为影响寿命长短的一大主因 这项研究表明 秋季出生的人可能更长寿 主要归因于人们在生命早期阶段处于不同的环境 季节确实会改变日照时间长短 气温高低等胎儿受孕期的外界环境 也会影响孕妇营养摄取和体内激素分泌状况 这些都会通过母亲对胎儿在宫内的发育带来影响 按照这项研究表明 春季出生的人肠胃比较差 夏季出生者更快乐 秋季出生者较长寿 冬季出生者亦失眠 我对照了一下似乎感觉不到 我是冬季出生的 我的睡眠状况非常好 但是我的肠胃又比较差 所以说真不知道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都不大一样 但是甭管怎么样 在这还是想告诉你一下 我们的长寿首先是先天 那是要有基因决定的 如果您家历史上就曾经出过无数个百岁老人 毫无疑问到您这肯定也行 另一方面就是后天 养成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保持一个快乐放松的心情 面对大事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挂怀 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肯定会能够活得比普通人 或者说比那种特别容易多愁善感的人 要长很多时间 所以长寿它是由先天和后天来共同决定的 好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今天的科技之光 手机盒越来越飞电吗 F1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产前干预 为健康宝宝保驾护航 正在为您播出科技引领未来 昨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几下英国的非常有趣的科技创新 那么今天咱们还是带着您走进英国 看一看那里的研究人员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 又做出了哪些创新的努力 手机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通讯工具 从被发明的第一天开始 研究者们就在努力开发更好的更智能的手机 从最开始只能打电话到今天 手机已经迈入了智能时代 智能手机的屏幕从黑白到彩屏 全数越来越巨幅 电池容量也越做越大 但用手机的人感觉 电池好像越来越不经用 很多时候甚至连一天都撑不到 智能手机中最耗电的部分是显示器 现在的显示屏越来越大 像素也越来越高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耗电的 智能手机就像个人电脑一样 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 通过自行安装软件 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场序 不断对手机的功能进行负充 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 来实现无线网络接入 智能手机的强大功能 给使用者带来无限的快乐 网上冲浪 游戏 读书 社交等等 都能用智能手机完成 而多任务处理功能 让智能手机直接被电脑化 知识这些功能正常运转的是 手机的核心 芯片处理器 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 二核 四核 八核 手机研发工作者希望通过 加多手机的核来加快手机上网速度 以及处理图片能力等等 可是 何必手机的耗电能降低吗 智能手机的处理器确实非常耗电 而第二个废电的就是用来专门处理游戏画面和用户界面的图形处理器 这是芯片上两个最耗能的部分 屏幕也废电 芯片处理器也耗电 Wi-Fi也耗电 手机上的仪器都成了废电的元凶 电池不够用 成了智能手机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现在 科研工作者必须考虑得非常全面 从游戏开发商 操作系统提供商 到处理技术等等 必须有一个完美的结合 在现有处理器条件的基础上 整合手机上所有的部分 把手机的所有功能分散到多个处理器中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处理器的工作效率 而且节约电池电量非常有用 我们先去了解软件要做什么 看看软件需要什么 软件将运行什么内容 然后在我们最高水平的构架模型上 来运行软件 再来判断我们如何使这些事情更有效率 随后工程师们就会基于这些工作 开始设计这些微处理器 而在每个设计阶段 工程师们都会尽力地去优化 能耗的问题 顺滑的触屏 清晰的通话 高速的网络冲浪 全球范围内的社交 悦耳的音乐等等 手机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 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 是因为手机用户的要求越来越多 越来越挑剔 但不管怎么说 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人们的要求 总是越来越多 总是希望在设备上加载更复杂的应用 却希望设备的带电时间越来越长 我们也在努力为这些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同时维持能耗的不便 按照这种发展方式的话 我相信可穿戴的这种电子设备 将会逐步的取代手机了 您想一想 据说连香港的李泽凯都决心在这个领域当中 展现一番头角了 有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技术上的迅速提升 可穿戴设备取代手机 那还不是指日可戴 所谓可穿戴设备 就好像我们现在拿手机 你永远在揣兜里拿出来看 到那个时候 可能您身上佩戴的一个扣子 或者说您戴着一块手表 就可以完全取代所谓现在智能手机的功能了 如果说到了那一天 再回头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您都会笑 天哪 那个时候怎么那么落后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英国人在汽车的速度与安全方面 所做的一些革新 速度与安全如何协调统一 F1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产前干预 为健康宝宝保驾护航 客气之光正在为您播出 科技引领未来 您现在看到的一组镜头 是发生在多个地点的交通事故 这些事故中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汽车行驶速度过快 对于很多的驾车人来说 速度所带来的快感 是无法比喻的一件美事 可由此而带来的安全危险 却是一样的问题 速度和安全似乎是一对铁铁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您现在看到的一组镜头 是风云全球 拥有上运以防御的运动 一级方向式赛车 又叫F1 几乎贴近第一面 光驰电池的赛车 在眼前呼啸而哭 留下只有赛车发动机的风云声 F1赛车给驾车人带来的乐趣 是其他运动不能比拟的 驾车人和汽车工程师 都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赛车的速度 自从F1诞生以来 在保障赛车手驾驶安全的前提下 有舒适的驾车体验 又能取得优异的场景 去各个F1车队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工程师对赛车的性能 包括发动机的改装 轮胎尺寸的变化等方面 做了大量改进 也收获了很多的成功经验 与此同时 工程师也希望把原来 针对F1赛车的各项研究成果 以及F1赛车的卓越性能 运用在永运汽车上 在英国 有一批汽车工程师就把这个最原始的想法 辅助行动 并正在做这样的模拟测试 仿制模拟技术士很多年以前 就基于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开发遗产 比如在已经取得成果 经验和数据的累积等发展起来的 在这间位于英国伦敦的汽车生产车间里 工作人员正紧张的组装 调试着汽车各个部件的性能 我们也跟随技术人员参观了整个工厂 我们的设计工程师与一级方程式赛车团队在一起工作 尽量多的利用一级方程式赛车设计团队的技术 设计未来公路车的概念形态 汽车组装车间非常的整洁 没有传统汽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噪音 从汽车的外形 颜色 内部构造来看 它吸收了很多F1赛车的设计理念 其中 90%以上的功能都做过模拟测试 从而指导工程师进入完善设计性能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车即将下线走出工厂 并走入寻常百姓家中 所有的模拟技术都可以应用在整个设计阶段 当我们测试车辆时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想要解决 比如想改善设计 或者简单的希望 我们打算加到车上的部件 与其他部件相协调 我们会不断地做这些 而模拟技术也会因此而改善升级 同时我们也知道 这些模拟是否真实反映了场地测试的效果 您可能会认为 模拟和现实驾驶中总会有一些区别 其实 研发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汽车正在接受交互之前的各项性能测试 而在此之前 这些汽车的性能已经经过了工程人员数百次上千公里的模拟和实际驾程考验 工程师会记录各项数据 并把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进行交互修改 从而完善模拟系统功能 最大限度的匹配公共行驶的各种复杂情况 逐渐的多年以后 我们建立的模型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准确 车辆总是在变化 我们的车辆开发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要求模型要灵活机动 来随时应对新主意带来的变化 最初模拟系统可能只是个响感 而且指导价值并不高 但这都不影响模拟系统的发展状态 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生产者 把模拟系统领入到汽车的研发中去 将来汽车的性能也会越来越好 汽车行驶的最大速度会被不断提高 而安全舒适的也会更加慌张 好 看完了汽车的一些技术革新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准妈妈们的保护 对于准妈妈们来说 如何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那是他们要关心的头等大事啊 目前全世界每年有790万严重缺陷儿出生 约占出生总人口的6% 在这些出生缺陷的宝宝中 至少有330万死于5岁之前 320万出生缺陷儿童将发展成为残血 近年来 出生缺陷的发生成上升局势 身体缺陷不仅影响人的一生 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不断 对于一个准妈妈来说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他们最低的要求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整个围产期的每个环节 孩子是否健康 他们能掌握了解的不多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 一项针对全球的研究项目 旨在告诉每位怀孕的妈妈 您的孩子是否健康 这个项目就是要了解正常胎儿发育 和新生儿的正常发育 发育状况的监测 是一项非常综合的评测 包括有精细运动 大运动 认知 视觉 听力和睡眠 很多方面 这些因素独立表现 却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有了正常的数据 每次的围产期检查后 医生甚至是孕妇 就可以把各项检测数据 与正常值进行对比 从中找出有可能不正常的项目 并加以干预治疗 从而降低趋劲儿出生的概率 我们的研究 都从2008年开始 在过去的四年半五年时间里 我们跟踪研究了六万名孕妇和婴儿 对比不同国家胎儿的发育状况 得出了正常胎儿发育的概念 现在我们有了这八个国家的正常胎儿发育的信息 和健康母亲孕育的正常婴儿的发育信息 遗传是导致缺性儿的最主要因素 遗传虽然不能够人为干扰 但通过检测可减少死了病儿的出生 除此之外 由于外界环境污染 个人不良收获习惯等因素 导致的早产是出现缺性儿的最大利润 我们关注早产是因为早产是影响新生儿死亡 婴儿运动能力和长期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 有些婴儿虽然是足月出生 但是他的体重很低 对健康非常不利 最坏的是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即是早产又体重不够 早产儿通常会有很多的全身健康问题 比如说肺部的问题 肾脏的问题 大脑的问题等等 我们特别关注造成早产的那些因素 比如说妊娠期的高血压 细菌感染 孕妇营养状况等等 这些都是造成胎儿发育不良 或是早产的因素 此次牛津大学的研究成果 涵盖了中国许多省市孕妇 胎儿 婴幼儿的数据结果 加上我国刚刚对部分家庭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可以生二胎 短时间内会迎来一个婴儿出生的高风 这项研究 对我国针对准妈妈 未产期的保健工作 降低亲性儿出生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这个项目将提供对胎儿期 直到两岁阶段的涵盖孕早期发育 孕期生长 新生儿期和产后两年内的发育状况的 成套监测方案和标准 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通过几件事情来提高生育健康孩子的几率 比如说保持正常的体重 吸烟对胎儿是不好的 所以说一定不要吸烟 再有就是不要续酒 当然如果妇女的年龄太大了 那么会增加不良受孕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尽量年轻一点的时候就怀孕 就算是在今天我们的医疗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的时代 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很多新生儿 他们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困扰 这其中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 所以说如果说准备要孩子的话 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 比如说事先的父母的体检 对家族疾病史的了解 比如说在怀孕期间进行的一些检查 那都是非常必要的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 针对违产期准妈妈的保健和干预 很大程度上都可以降低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的出生几率 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